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 C-Sale函数系列里面 013 数值的加总运算 上这个函数 上这个函数呢 基本上来讲呢 它有1到255个参数 除了第一个参数是必要的以外 No.2 第二个到第一个 255个参数 有没有 No.255 这是选择性的 选择性的 那No.1到No.255 这些参数呢 每一个参数呢 都是使用者要计算的数值 它可以是一个存数值 像是4啦 5啦 1啦 1000啦 这样子 也可以是一个储存格参照 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含的是一个数值 像是V6储存格 或是一个储存格范围 V2到V8 它里面全部都是数值的 它可以帮你计算它们的总和 总和 那它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现在来讲呢 介绍的是一种 一般所谓数值的加总运算 像你看到这样子 我只是要计算干嘛 每一个人总分 5颗的总分 有没有 那我怎么去计算它 怎么去计算它 我们切到Excel这边来讲一下 基本上来讲呢 它会那个方法很多种 第一种方法就是干嘛 我们呢自己干嘛 人工打等号上刮壶 我跟他讲我的范围 自己用滑鼠去框 有没有 六括号 Enter 这样子 那这种是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 特别注意到的 请你要注意到我框范围 然后呢我点哪里 点这里 常用这边有一个 加总钮 把它点下去以后 它会自动干嘛 帮我加总 注意到它加总是什么 左边的有没有 自动方法就要左边的 同样的 下面的范围 我把它框起来 我要加总的范围 框起来后呢 我一样可以点什么 公式这边也有 自动加总钮 我把它点一下 它也会帮我算什么 上面的加总 上面加总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范围整个框起来 数值资料 跟我要计算加总的范围 都框起来以后呢 我可以按什么键 请你注意到一件事 这边有一个跟你讲啊 加总要的快速间是什么 ALT加等号 有没有 所以我按ALT加等号 它就会自动帮我算出来 横的加总 上面的加总 有没有 自动算出来了 那这一种方式呢 都是它提供的 加总的方式 除了这个以外 注意到那万家说有些函数 我们不了解 譬如说我现在重新来一次 我对于加总这函数 我不了解 我要怎么去抓这函数 很简单 你可以选哪里 公式里面 你大概看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有没有 哪一类都不知道 那怎么办 那就可以选插入函数 我们可以干嘛点这选全部 那我就干嘛一个一个去看它 那万家我知道它是S开头的 我就打一个S 它就会帮我跑到S开头的第一个函数这边 我就可以慢慢往下找 找到我要的上这个函数 有没有 然后呢 按确定 它就会出现函数 引述这个对方块 然后呢 你就可以干嘛 把你要的那个范围干嘛 框起来 自己框起来 有没有 它这边就会秀结果 跟你讲 运算的结果 有没有 好了以后 按确定 就算出来了 那我再点两下 就算出来 有没有 一样右边 我一样也可以用干嘛 这样子 那我知道函数 注意到上是属于哪一种 有的人说数学与三角 这个类别 那我就往下拉 在数学与三角 你没看到 有没有上这个函数 有 有没有 我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我就去找 这个类别 然后找到它 然后一样范围 我一样跟他讲 我这范围是这里 有没有 B2到B11的 确定 它就算完了 那我按嘛 望又拉 就可以了 可以了 那这是一种 那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发生 我要跟你解释 那新的版本里面有提供一个很 很好的功能 什么功能 注意到范围我把框起来哦 这里注意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什么 快速分析 你把它点一下 然后总计 我可以跟他讲 我要算什么总计 我要算 蓝加总 你看到没有 蓝加总就出来了 有没有 好 那我再来一次 再点一下 我要干嘛 算的是总计 我要算是列加总 列就算出来了 只有这个没算出来 因为这个干嘛 横的列 没有包含它 直的蓝也没有包含它 所以这个地方不知道要干嘛 再做一个什么动作 加总就好了 就可以了 看你要选直的加总 还是横的加总 这样子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然后还有另外 还有一个我把它抠过来 跟您解释 第三种 不好意思 这是一种 比较特别的 我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东西 表格 注意到我把这个范围 当成一个表格 我把它选择 插入表格 然后范围没有问题 点I1到N11 表格有标题 对 没有错 确定 然后这时候注意到 在你的表格设计这个 标签里面 会有一个叫合计列 点一下 我就干嘛 他会帮我算合计 有没有 我每一个都给他选 我要算什么 加总 他就自动可以干嘛 帮我把每个加总算出来了 有没有 那甚至有的时候干嘛 你也不用那么一个一个点 你就干脆一个往右拉 有没有 做完一个以后 往右拖 拖到方块往右拉 那他就要把你算完全部的了 全部的了 所以这个非常好用 是表格的话 他还有一个叫合计列 也是算加总的 那以后我们来看回到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要注意到的 累计加总范围的值 什么意思 假设我要干嘛 一次就算完第一季 第二季 上半年 第三季 第四季 下半年 跟全年度 还有个栏的合计 要怎么做 那注意到有一个键 因为你框的范围都是不连续的 所以你要按Ctrl键不放 一一去框 你要存放总和结果的范围 然后再按LT加等号键 或总和键 那我做一次 我们来以色这边切换 我们来讲 在这里累计这个地方 标签里面 我第一个 我就干嘛 第一栏框 框下以后呢 按住Ctrl键不放 开始框第二个 第三个范围 第四个范围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横的 这一列 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以后呢 放开Ctrl键 然后再点什么 自动加总 或者按ALT加等号 它就自动帮你算完了 很快吧 非常快 而且很重要一点 上半年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合计 下半年是第三季跟第四季的合计 全年度是上半年跟下半年的合计 自动帮你判别 自动帮你算完 所以非常快 非常好用 好 再来 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比较特别 那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呢 我要加总多张工作表的值 一页份表格是这样子 二月份表格是这样子 三月份又是另外一种表格 然后呢 我要放到第一季 放到这第一季里面来 那这里面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们的姓名 每个人的姓名的顺序 有没有 都是一致的 懂我意思吗 一次才可以直接做 那万一假如不一致的话 一样可以做 但是要用什么 WeLookUp 这个函数 那万一假一致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上函数来做 怎么做 我一样切到 isail这边来 我们看到第一 一月有没有 二月 三月有没有 顺序都没有错 然后第一季 第一季以后 我们就很简单 就做一个等号 上 左括号 左括号 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要开始框 框什么 点这个标签 一月这个标签把它点一下 它有没有出现一个一月 进他号 有了 按住修复特键 再点第三个 三月有没有 头 尾巴 它就会有一个一月 冒号三月 代表从一月 算到三月 这三张工作表的 哪一个储存格 你要跟他讲 我说我要跟他讲 是V2 V2储存格 的合计 右括号 Enter 有没有 那他会跟你讲 有错误 什么地方错误 注意到一件事情 来 我跟你们解释 有没有看到干嘛 不小心 他要给你多产生一组 有没有 一到三月 所以你要自己把它删掉 这三个没有 懂我意思吗 你只要 一到三月 然后已经看好以后 这边有个V2 有没有 好了以后 望下 两下 望右拉 他就会帮你算完干嘛 每一个人 一到十二月份 三个总和 三个月份的总和 有没有看到 所以特别注意到 我这是用这种方式来作业的 直接来做的 所以把它算出来总和了 但是一定要顺序一致 顺序一致 好了以后 我们来看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特别注意到的 什么方式呢 那这里条件是加总 条件是加总 那条件是加总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资料里面呢 我要算姓名 V欄姓名里面 是上官丘的 它的总相数 以前啊 以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东西 这样算的话很难算 实际上不难算 你看它的公式就知道了 V2冒号V71.12 12有没有上官丘 乘上C2到C71 那这个范围啊 V欄的范围要跟C欄范围一致啊 同样的列数 才有办法去算 才有办法去算 那我们把它切过来 一样我们把它切过来到 以色这边来看啊 就这里 在这边呢 我就打等号 先用上 左括号再左括号一次啊 这个第二次的左括号 是我要框范围 V2冒号V71 有没有 等于 E2储存格 右括号 我要乘上 我要干嘛 的结果 相数嘛 所以C3到什么 C71 有没有 C3到71 C71 然后干嘛 右括号 右括号 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enter 他就跟你讲说 他算出来 他是多少箱 5726箱 就这里 那这个情况 就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等号 这个人 是不是等于上官丘 不是哈 我把它点两下 有没有 都不是 都不是 怎么可能 为什么都不是 不是 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在E2 你就跑到E3了 所以你要把E2干嘛 锁起来 点两下 好 这时候注意到 这里 上官丘 这里 上官丘 有没有 这里也是上官丘 好 然后再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后呢 再乘上 我们要的箱数嘛 箱数 enter 所以零哈 因为它不是 它是phase phase就是干嘛 为假的 零嘛 零乘以 相数就是零 然后再点两下 它就看到没有 1 3就是1 1乘818 然后就这样乘出来 乘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些数字干嘛 全部加总 我把全部给你框起来 加总多少 5726 有没有 5726 就算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上的一种用法 上的一种用法 一般人比较少用的 1